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彼时的朝鲜半岛天寒地冻,资源溃乏 但是志愿军战士仍然不畏艰险,浴血搏杀 在美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下 志愿军的战敌医院依旧不断有伤员被送进来 他们伤痕累累,痛苦万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经医护人员也以继日的包扎救治 这些战士的伤口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逐渐恶化 与此同时,在指挥部里一向沉着稳重的彭德怀不禁盛怒 他一拳重重地砸向桌面 声音因为情绪剧烈波动而有些颤抖 这是哪个丧尽天良的不法生家 不久之后,一瓶对了水的棕色药瓶 和一卷布满霉菌军斑的纱布绷带 被送到毛主席面前 与之一同送来的 还有彭德怀从前线送来的一封信 由于后勤方面提供的医疗用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前线成千上万的战士因为感染倒在医院 如今,自己已经下令将这批劣质急救包销毁处理 希望中央对此事严查到底 一定要严惩设施不良商家 毛主席看后也十分气愤 立即下令彻查此事 不久之后 这批药品的供应商 大康西药房老板王康年 就进入了大家的视线 王康年出生于1924年 家里世代经商 经营着一家杂货铺的小本生意 虽然杂货铺的利润微薄 不能使王康年一家过上多么富贵的生活 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这家杂货铺还是为王康年一家解决了温饱问题 让王康年从小不至于饿着肚子 王康年从小头脑颇为灵活 他在17岁就考上了大亚电台 并在电台里担任一名电报员 这个职务在当时也算是一件 人们削尖脑袋都想挤进去的美柴 但是王康年的志向并不仅限于此 在他看来电报员的工作太过休闲安逸 适合养老没有太大前途 更重要的是电报员挣的钱 也远远达不到他所想要的标准 与此同时 王康年所在的大亚电台又是一个商业电台 时常播报一些商业新闻 那些商业新闻里的大老板 动辄就是几千万上亿的买卖 这让王康年很是羡慕和向往 慢慢的 他也决心要做一位能够登上商业新闻头条的大老板 每天数着钞票过日子 光有规划不行还得行动 但此时刚到上海滩打拼不久的王康年 没钱没事也没有人脉资源 要凭一己之力成为大老板谈何容易呢 于是王康年很快将目标 放向了住在公共租借里的一位貌美姑娘 在王康年的公事下 他和这位姑娘很快情投一合 这位姑娘也更是非他不嫁 对他死心塌地 于是两人很快结为一对眷侣 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姑娘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巡捕 巡捕十分爱惜自己的女儿 为了能让自己的女儿跟了王康年不至于饿着肚子 他便给王康年在上海滩的西藏路租了一个门面 开设大康行 专营毛巾 袜子 雪花糕等百货生意 还笼络了自己的人脉 为王康年拉了一批顾客 本来按照岳父大人给的发展路线 维持着这一铺小百货 还是能够获得颇丰的收入的 但是小百货生意也并不能挽足王康年的野心 他认为自己的父辈就是做百货生意的 干了一辈子 也还只是个杂货铺老板 没有太大前途 于是王康年一边漫不经心地经营着一铺百货商店 一边将目光投向其他行业 以寻找真正的商机 当时政治战乱 战事贫乏 战场前线对于医疗物资的需求量一路猛增 供不应求 就连上海的国产西药都一度卖到断档 进口药更是稀缺物品 同时由于国内的医药市场缺乏管控 许多基础的医药物资甚至都开始坐地起价 可见其利润丰厚 面对某些医药商家发国难财的恶劣行为 王康年非但没有感到鄙夷 相反还十分向往 他看到了医药市场的供不应求 咬定其有利可图 甚至可以以此谋取暴力 于是王康年转手卖掉了自己的杂货铺 将店面搬到北京西路434号 把曾经的大康行百货店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康系药房 正式从事医药行业 但是隔行如隔山 匆忙入行的王康年 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由于药品供应匮乏 再加上需求量暴增 药品供应链也变得极其不稳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王康年的供货员也少得可怜 不仅如此 刚入行的他手里也没什么有竞争力的资源 因此刚开店的时候 王康年的货架上总是空空如也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王康年不但不会赚什么钱 反而还会白白亏本 于是王康年便想到了一记空手套白狼的奸计 每当有客户上门买货的时候 他都会先以社会动荡 货源捡切为由 来套取客户一定比例的定金 还用相对较低的价格来吸引客源 转头面对供应方 王康年又对供应方画无限大饼 许曼天高价又使供应方同意供货 随后王康年又以资金周转为由 迫使供应方同意货到付款 以此来两头通吃 虽然说这个方法确实能在短暂时间之内搞到很多钱 但是这些钱就如同昙花一现的泡沫经济 没有足够的实体支撑终究会陷入崩塌 与空投支票无异 最终王康年必然无法成功兑现两边的承诺 每当要交货的时候 王康年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进行比赖 或者直接人间蒸发 等到风投过后 王康年又继续出来骗取定金 实在不行就拆东墙补西墙 随着时间流逝 王康年这一点偷奸耍滑的小聪明 终究是抵不过考验 很快他就负债累累 连花钱进药的钱都拿不出手 接二连三的失信行为 也让王康年声名浪迹 附近也很少有人会再去光顾他的生意了 眼见当地的生意做不下去 王康年便将大康西药房迁到别处 并更名为大康药房 企图洗心革面重新来过 但是王康年还是没有彻底的筋喷吸收 始终不肯老老实实诚信经商 总是热衷于投机取巧赚快钱 这时的王康年便又心生一计 便是帮别人寄存药品 并收取一定的寄存费用 本来这样的生意是十拿九稳 不会出任何差子的 但是王康年还是不肯爱分 以前很多在他这里付下定金的买家 竟然一路追到新店拿药 王康年无奈之下 竟然将顾客寄存在店里的药品卖了出去 虽然王康年一直想着及时进货补上 但是此时负债累累的王康年根本进不来货 与此同时找他取药的人也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 王康年便想到自制假药 用玉米结杆为原材料 做成药品的样子蒙混过关 反正吃不死人 王康年如实想到 就在他死皮赖脸和粗制烂造之下 大康药房臭名远扬 最终王康年被上海职业新药的老板 以抑制诉状告上法庭 这位老板曾是王康年的客户 他在王康年那里寄存的药品竟不翼而飞 在老板向王康年索要赔款的时候 还被王康年万般抵赖 法庭随即收理了这一案件 但由于时局动荡 解放军濒临城下 法庭已经无心审理案件 于是王康年借此躲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尽快恢复经济 政府大力扶持工商开业 而王康年的大康药房也在政府的扶持下 以负债经营的形势重新开业 死心不改的王康年不但不吸取教训 还装作深受政府感动的积极形象 靠着行贿和阿谀奉承腐蚀上层机关 并谋取私利 1951年志愿军派遣相关人员 到上海购买一批医药用品 以供应抗美援朝的医疗需求 此时的王康年则借助行贿便利 揽到了这笔价值3亿人民币的大生意 但是快到交货期限之时 王康年才发现自己只能交出一半的货量 此时的王康年也并未想办法去寻找进货渠道 而是用志愿军给的货款去填补自己的欠款 等到真正交货之时 王康年又顾忌重拾 以货源紧缺为由拖延交货日期 与此同时 王康年便用自来水和临时药品自制新药 并从各处搜集使用过的纱布棉絮和绷带 且不经任何消毒处理 就直接送往前线 这些医疗物资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 等到运往前线已经变质发霉 不但不能用来救治伤员 还会加速伤口的感染 但是此时的王康年完全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还以为自己能够跟从墙一样蒙空过关 然而他的这些不义举动 也导致无数战事丧生于战场之中 天网灰灰数而不乐 在中央的彻查之下 王康年的恶劣行径终于浮出水面 最终王康年被正式逮捕判处死刑 那些为他的犯罪 开后门的官员也逃不过法律的审判 一并受到严肃查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